上面還有一個 又是剛剛上面還有一個 他位置很好啊 左邊有個敵人 快快快快 先撿 先撿凝膠 撿個東西 他好像過去了 欸 還在 走 等一下 什麼鬼 這麼多 歡迎收看 我不合 拿點頻道 我今天要去玩石頭 V5 我要活下去 好的 今天一樣穿這套很帥的服裝啊 這套服裝是 生子愛一把 然後我把它拆開來 上半身是穿成刺青裝啊 這樣穿真的是蠻帥的 這樣搭一下 然後這個角色是島田准 我覺得島田准搭這個 感覺是非常有 怎麼講 很有殺氣的感覺 好 我們今天要先來解一下任務啊 然後這個還蠻嗨的這個動作 現在大家在跳舞 好 準備要開始了 來吧 好 今天要分享一下我平常解滑索的方法 我相信有時候你們精英通關 或者是一般的那個 任務通關可能是要解這滑索 然後解這滑索的時候有可能會死掉 不過我都會看這飛機啊 像這飛機我現在這樣直飛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 往這個方向走 好 出發吧 我先解一下滑索任務 精英通關的 先觀察一下 然後這樣如果我還是會先撿武器啊 先撿到武器以後呢 至少比較不會死 從這邊移動到這邊嘛 然後我們再從那個地方 滑索再移動到下面的聖逃殺 這樣子的距離應該就夠解了 欸 怎麼多人 等一下 哇 上面有點多人 我先往下走好了 穿這樣好像沒穿衣服喔 欸這是真的沒穿衣服 真的沒穿衣服 好像是那種 衣服 衣服忘記拿了 感覺 機槍 耳機包 小心上面的 上面如果我下的話 我就要趕快先打他 好不然講到噴氣罐 噴氣罐其實我現在比較不撿啊 因為他這個就 就會佔一個你的 空間 切換那個 頭植物的話 會有個空間 會有時候讓你 可能要切零交來不及切過去 現在怎麼拿來把機槍欸 喔有有有 啊又是機槍 可惡 我剛才沒以為是其他步槍 不要是那種撿不到步槍的場次啊 上面有敵人 太讚了 我剛好上去這邊 我要滑這滑鎖 看一下喔 看能不能順便收掉 直接帶走一個呢 在哪裡 嗯 前面房子那邊嗎 喔喔在這裡 欸還沒死 殘血殘血 還想跑 他剛才是一張滑鎖 嗨 OK 現在你們可以把準心 先往上拉的話呢 就容易造成爆頭啊 這其實我以前就介紹過 然後現在很多人都講叫台槍 其實我覺得這名字沒有很好聽 因為其實這個在以前的 呃公測之後很多玩家都會這樣玩啊 其實玩手機 手遊的話呢你都會自然而然就是把準心拉高 包括電腦遊戲耶 電腦的吃雞遊戲或者是 槍戰遊戲 你只要把準心拉高都有機會可以直接爆頭啊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B5現在都叫台槍 很奇怪的名字 把槍抬起來 我都會講說準心拉高爆頭 可能這個名稱比較長吧 因為之前有人都在用起蹲嘛 然後這版本起蹲基本上算改掉啊 因為可能太多玩家在反應了 然後我自己本身 喔唷又有人 欸這不動 好再先收掉 這個在發呆耶 欸這為什麼要掛家 看一下 看一下 他東西很好欸 看一下 哇賽 神裝了啦 這個剛開始拿到這麼多東西 你們看他的裝備超好 三級綁 凝膠 護盾 MP40 8MAS 全部都有 還有維修箱 哇 這根本就是個微型大補帖啊 他可能剛好拿東西在發呆吧 我去上個廁所 沒想到我剛好有路過 可是來講就是 你跟敵人交戰的時候會有近戰啊 或遠戰也是可以 你可以把準心拉高一點 直接造成爆頭啊 然後現在好像大家講就台槍 我覺得好 有點有點可愛的名字 因為這個其實這個打法很久以前就有啊 不是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看一下喔 敵人在哪裡啊 我現在呢 我先小心一點 因為我想要再 花花索 什麼東西可以撿 先把東西撿一撿好了 有香菇 那我現在一樣有帶我的柴犬啊 然後他的話 我就把他用原本的黑色服裝 他這個黑色的恐龍服 跟我這個服裝其實還蠻搭的 因為我都穿暗色系的 有一個那個耶 維修箱 這個維修箱應該 要小心一點 有時候會有些人會放地雷在上面 我真的被炸過 好這隻 彩彩一直想要飛 飛不起來 他叫焦糖拿鐵啊 名字不要取太長的那個名字 寵物名字不要取太長 比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視線 我發現之前的寵物的名字 真的是太長了 跑一跑去的時候 就會被那個字 那個字有時候會擋到敵人喔 他東西可以撿嗎 這個OK 先配這樣就好了 他要幫我偵測出一個香菇了 在前面 他這個技能是隨機發動的 就是時間到CD直到自己會發動 你們要把手動發動這個狗狗尋找香菇的技能 我們先滑過去吧 再滑回來 這個任務應該解完了 我不是剛好滑過去之後對面有滴了嗎 哇這樣穿很帥啊 這有在太服的時候 這套服裝 好像就先提前出了 然後這遊戲其實 很多國家都有 然後可能B值跟 有些服裝出的時間不太一樣 沒有很統一阿 好來吧 然後這個有一個觀看耶 這個觀眾應該覺得奇怪 他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要滑過來這裡 其實我只是想解任務阿 沒有都可以撿了 我再滑回去 等下這幽靈犬就會消失了 我看我再滑來滑去 欸這蹲下是嘴沒有按滑水的 幹只想要小撤一下 有沒有什麼調整 我們狗狗最厲害的就是 寵物他是都會瞬間移動阿 不管主人到哪裡他都會瞬間移動 好現在還有17個敵人 我們應該滑手任務一下應該解完了吧 我們可以開始了 開始找敵人殺 這地方敵人應該比較多 唉唷按錯鍵糟糕 安全區 欸有車 打不壞 距離不夠 可以打的那個 時間不夠 唉 停車是不是 先丟點東西 還缺一個彈夾 擴容彈夾 都沒有敵人 好等一下 有敵人 剛彈夾還沒撿到 我把這噴氣先噴掉阿 這個這個其實我建議大家如果你 你覺得按鍵要切太多字 可以把它不要剪它 可以把它不要剪它 或是趕快把它用掉 在前面開戰 點在哪裡 看一下喔 然後這個寵物敵人看不到 這個我知道阿 上次只是 開玩笑說 狗狗趕快躲起來 然後有些 有些玩家 欸觀眾會以為是 我以為狗狗 就是我以為狗狗 其他人看得到 其實我早就知道看不到阿 寵物剛出來的時候我們就測過阿 其他人是看不到阿 敵人是看不到阿 隊友看得到而已 跟如果說你今天殺了敵人 敵人看得到 你現在跟隨的人 他如果有寵物是看得到的 就必須是幽靈阿 然後其他人平常在狀況下 是看不到寵物的 所以寵物其實不會被發現 因為剛開始有寵物的時候 我們都會擔心說寵物會被 其他玩家看到 可能要往這邊走 像這個圈點的話 往左邊可能會比右邊安全 因為剛才右邊開戰 所以敵人有些人會去 聽到槍聲以後往右邊走 左邊這邊看起來沒有開槍的感覺 欸有敵人 殘血 可惜沒有消音 不然這樣打他 比較不會發現我在哪 他堆有防是不是 治療槍 他拿治療槍 他治療槍 他治療槍沒有治療自己吧 出來了 哇哇哇哇哇 什麼槍 這什麼槍 消音的 他拿消音的欸 很像是VSS的感覺 不狙擊嗎 唉唷沒瞄到他 哇塞有點可怕 他拿什麼槍啊 他拿什麼槍 他在跟我開玩笑嗎 砰砰砰槍啊 回看他拿什麼 等一下 先看他有沒有敵人 這邊可以先放地雷 因為剛開戰 也不知道等下他圈會不會是我這裡 靈火 呃好多要切喔 我家這按鍵其實可以做兩個 不然每次同一個要切換真的是很麻煩 就你要切 淋交護盾又要切手彈之類的 如果他變了兩個會比較好 欸未來會不會就這樣真的改 哇不是說我這裡欸 好遠喔 超級遠的欸 又要跑了 又要跑圈了 我想一下我先去看一下他剛剛拿什麼裝備 看看有沒有淋交護盾 欸 屍體包咧 屍體包不見了 屍體包不見了欸 被那個 被那個斜坡吃掉了 有時候會這樣 屍體包掉到斜坡裡面 現在有4片淋交 應該差不多啦 可是決勝我要看一下地方 如果是空地就麻煩了 我怕有淋交狗 決勝是那個欸 沙灘那邊 沙灘那邊的話比較麻煩 因為他們的樹都很窄 現在就是能搜一個搜一個啊 這場主要解論物啊 然後跟大家分享就是 跑點的部分 如果說你今天在決勝前 比較不想遇到敵人的話呢 你就是 看哪邊開戰 你往另外一方向走 開戰的地方通常會比較拉 拉一些敵人過去吸 我現在這裡會擔心是 後面有沒有敵人 所以我現在跑的時候 都要去看一下 左後方啊 右後方這樣子 然後後面有個香菇 我就不撿了 香菇已經滿了 欸有維修槍欸 這邊竟然沒有人撿 這個維修槍 所以表示敵人都在 都在剛剛那個 披層那個方向 哇 決勝是這個場地 這場地決勝有點 有點不好打 主要這個場地決勝很吃菱膠 因為距離很遠 敵人一開戰 你基本上就要加菱膠擋 不然會被收掉 沙灘決鬥啊 然後這個下面有時候要小心 會躲敵人 因為他有高低差的問題啊 好 最後要決勝部啦 剩下五個敵人 真想下去海裡面有泳啊 像有些人會躲在那個海岸線 就是蹲著 這樣會比較看不到 可是現在其實 玩家習慣開關鏡 所以躲海裡面也滿容易死掉的 我現在只怕我後面有人啊 這個地方常常被人家偷 我都希望 哇 馬上來我就說了 想收我沒那麼容易啊 在哪裡 上面 我要躲椰子樹 我好想把我泥椒打爆 等一下 衝 先衝先衝先衝 我要省一點凝膠 橫得跑比較不好打 他如果要用輔助瞄準追我的話 比較追不到 快快快 先衝進圈 先衝進圈 不然等一下一縮線我就會卡死在那邊了 他的位子比我好 好可以架 山坡上 我現在只好在安全區啊 只是我不知道這圈點會不會在我這裡 如果在我這的話也不是好事 因為 全部的敵人會攻我這個點 我現在只剩兩個凝膠了 哇 山坡上來的啊 壽死吧 哇塞 狂丟欸 丟一丟 閃光彈 閃不到這麼遠 他這距離丟就丟不到 蘿蔔蹲 打不到 他應該在吃香菇之類的 或吃補糕 後面有人 怎麼這邊有一個人啊 又浪費有個銀膠啊 先把他收掉 等一下再出來一點 打不到 所以這樣盆的比較不好打 他殘血了 他殘血了 要守一旦送他死好了 什麼都上他回家 再見了 欸 被收掉了 上面那個 又是剛剛上面那個 他位子很好啊 左邊有個敵人 快快快快 先撿 先撿凝膠 快快快 撿個東西 他好像過去了 欸還在 可惡 等一下 哇 哇 什麼鬼 這麼多 這麼多 流星雨來了啦 這不是我平常對敵人用的嗎 哇 好可怕喔 等一下 我沒凝膠了啦 可惡 還好我剛剛躲得快欸 快快快 凝膠 沒有凝膠 沒有凝膠 沒有凝膠啦 喔 完蛋了 縮圈了 決勝部了 沒有凝膠 我只能拼一波了 先丟一顆 前面 他在前面 他出來 他出來 他應該也沒有凝膠了 看可不可以直接收掉 還有凝膠 哇 真的要拼一波了 來吧 決勝部啊 沒有凝膠 要收掉你 來來來 來啊你 OK收掉 司機 哇 喔喔喔 又復活了 死 死而復生啊 好可怕喔 欸這遊戲真的很可怕欸 我剛剛想說我贏了 結果敵人還是 敵人還是站著的 很可怕欸 這很可怕 不要這樣子 會嚇人 剛剛想說我贏了 結果怎麼敵人還站著 好啦 剛剛真的是非常非常危機啊 我沒有凝膠護盾了 最後一波 我只能跟他拉那個 距離了 因為凝膠護盾 他這樣的點 我剛剛故意 往右邊切 是因為他的人就會往右邊 他往 就是往 我那個方向要抓我的時候 我就往反方向抓 往方向移動 這樣他就會變 右邊左邊 右邊左邊 中間的時候他不能打我 這就是凝膠護盾的一個缺點 如果你是最後首點 有時候也會遇到這個狀況 這是盲點 凝膠的盲點 剛剛最後真的是非常可怕 因為我不知道 這個點竟然後面還有敵人 因為我是走最後一個 結果後面那個還浪費我一塊凝膠 不然最保險的方式 其實還有一塊凝膠 我在最後決勝的時候 我會架一塊擋 然後左邊右邊去跟他 拆方向去擊殺他 然後這個話就有點重運氣 因為有時候你拆右邊 剛好點他往左邊走 或他丟了什麼東西之類 你就很麻煩 不過剛剛狂丟了一波 手榴彈加閃光彈 我真的有嚇到 因為我剛剛那個凝膠 如果沒有架得好的話 我可能就直接中了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拿這武器還是一樣這一把 我現在最近只抽這一把 看這把可不可以抽到永久 目前都只能抽到幾個小時或幾天 這遊戲的塗裝真的是不好抽 可能真的你要運氣非常好 不然是你要很歐 你很有錢的話應該可以抽 我根本會建議大家 如果玩遊戲的話 光幫我送免費的槍枝塗裝 你就只有免費也是可以 然後像我的話可能就 天數到了 沒有塗裝 就暫時沒有 然後想抽再抽 類似這樣子 小額花費 好啦 今天的遊戲就先往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的拿鐵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喜歡 可以持續訂閱我 也可以幫我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後面有一期叫P5攻略 也請幫我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好看